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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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如何订 说实在的 现在的这些的行为 如果要去追究 并不是没有法律 可以用 但是为什么 都没有去追究 或是很多的医疗院 这些的 就是医户人员 就算了 一方面 他们可能也害怕说 我如果去告了 他们会不会去 找黑道出来 另一方面 他们可能也 就是我工作 忙的要死 我哪有时间 第三个是说 我在医疗院所 我今天受害了 为什么我还要 去请律师 花钱 去请律师 为什么不是 医疗院所 来保护我 所以呢 也基于这样的一个心态呢 大家会觉得说 你今天法律呢 你应该制定 那大家觉得说 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法 那我今天有公诉罪 好像当然 今天有一个暴力行为 检察官就会冲进来 就会把坏人带走 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 所有的问题 还是要回到源头 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在这里会牵涉到的 就是说 好 今天我们在看 这整个一个急诊 跟一般的这个诊疗 他的收的费用 好像没有差多少嘛 对不对 所以很多的人 就会把这个急诊 当作一般的 这个跟一般的这个 看诊一样 甚至把它当作是一个 贩售的行为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医生 也不会有多大的尊重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每一个人都急 那医生一个人 要应付那么多的病患 所以这里就牵涉到 你们在整个一个 这个所谓的医生的人数 跟病患 医病比 或是护士的 跟病人的比 这个部分其实 民间团体已经讲了很久 但是呢 一直没有改善 所以一个人 要去应付这么多的人 他已经自己都 忙得翻身 法术了 如何去照顾 那另外呢 就是在这整个一个 急诊的 在整个一个出入口 因为在三次好像 也都讨论过 那今天你们到底 有没有实际去做 就是说 去检验所有的 这些医疗院所 在急诊的出入口 是不是有所谓的 N4小时的门禁 有没有所谓的 这个监视器 对不对 就是你在这所谓 整个一个防范上面 到底有没有去做 因为我们要 从防范这个角度来 如果防范这一块 不去做 我们法律在定 怎么办 严刑俊法 你说今天今天发生的事情 检察官他也不会主动 就进来 虽然其实是公诉罪 我们也看到 性侵害是公诉罪 对不对 哪一个检察官 就直接跳进来 没有的 所以这里前面的 所谓的预防的这一块 这你们的医疗 这个卫福部呢 这一块如果不去加强 我们后面后端的法律 再怎么改 其实是没用的 所以我不晓得说 你们现在对 这一块的实施 现在到底如何 好谢谢委员 这个让我们有机会来报告 第一个 刚刚委员所提到的 很多事情分析得非常清楚 也确实如委员所说 我们其实很多事情要处理 我先从第一个事情来提起来 急诊室 按照目前来说 他的给付费用确实不高 那最早是所有的民众 或者他家属都觉得 只要一生病 就是很急 急不急 其实对病人 他本身来说 心里一定是很急 我相信 所以他到急诊室去 那急诊室 现在的话 也不能拒绝病人 急诊室一般说 按照医学来看 分五个等级 因为我时间的关系 就是刚刚委员所提到的 预防措施 医院线百分之百都已经做到 因为我们透过 百分之百都做到 这包含几项 第一个 警民连线 第二个呢 所有的警民连线 你是不是说 所有这个急诊室的医师 他在他的位置上 就有警铃可以按下去吗 是 就是说医院 都有吗 对 他跟最近的警察 警政机关会连线 第二 24小时的这个monitor监控 第三个就是 防暴的演习 我们还最近还有 好几个大规模演习 委员三刚刚提到 都已经做到了 都已经做到 是说所有的医疗院所都做到 是的 你们要去做评件 我们去做评件 而且已经评完了 你们说这些有列入到评件的范围内 已经从民国一百年开始列入 那这些如果 你们是针对 就是说医疗院所 是不管大中小 还是说你们是属教学医院 只要是医院以上都算 马上是二十床以上都算 二十床以上的都算 全部都做过评件 是 所以所有的 你说在医生 你说有警民连线 是说他们在医院里面 有一个地方可以按 还是说在 急诊室 急诊室 我刚刚提到的是急诊室 那我说急诊室里面 是医生的位置上就有按钮呢 医生或者是检伤门口的 护士的这个位置上 都有都已经有 看位置不敢确定 有的是医生 有的是护士 都有按钮 这个都已经做到了 都已经有做到 只是说现在还有一个地方 会有困难就是 当病人量 在某个时间点之内 突然大量进来的时候 会发生 我已经刚刚提到了 我们现在当时减伤分类 所以有些病人 他会觉得 他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 可能可能家属在旁边 会觉得很严重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增值 那现在就说好 你们这个 就发生这种 所谓的暴力事件 你们的通报制度 现在如何 对 现在我刚刚 我刚刚一开始 报告个数字 其实现在只要通报 过去他们医院不敢报 我们从去年开始 大量的鼓励之后 我们看去年一年 通报就五百多件 好 那通报之后 你们的处理方式呢 卫生局的部分的话 过往的时候 他们不一定通报卫生局 卫生局现一知道 他立刻派人来处理 按照现在医疗法二十四条 还有违反医疗法二十四条 第二款 然后用一百零六条来处理 就是三万到五万 那真正法的有几件 目前是八件 八件 对 那发生暴力的事件有几件 刚刚说通报的话 急诊室有两百多件 加上医院其他部门的话 差不多是总共五百件 五百件只有八件法 因为有些不敢报给 有些他可能处理之后发觉 其实可能就和解了 因为或是就不再处理了 那和解的有多少件 没有去处罚了 基本上应该就私下和解的了 你觉得是私下和解 还是说很多的医院 很多的这些医护人员 就涉予这些的威力 所以呢 他就这种包 那个冰山下面的数字 可能就更大了 正如委员所说的 对 所以这里就变成是说 好 你们一直觉得说 我什么该做的都做的 所有的这些的通报 所有的这些的机制 全部都做的 可是这里为什么 你说有五百多件 为什么只有八件 对不对 这数据离得太大了吧 对不对 所以虽然刚刚在讲说 好 医疗法106条有规定 可以去处罚 甚至呢 如果涉以刑则 还可以主动把它移送 请问主动移送刑事的 有几件 目前他大概差不多十几件 十几件主动移送到刑事的 所以你不觉得 这个比例相差太远了吗 因为 因为就是说 医疗法这边处理 会比较快用行政法 可是到了这个刑事 还后续还其他的 这些程序 没有啊 你所谓的移送的话 就是去做笔录了 就直接移送了 跟说 他将来是不是有判罪什么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从今年开始 特别鼓励这段 过往的话 大家都不敢处理 可是今年开始 我们希望能够 针对只要有发生事情 就通报 那就处理 而且卫生局来处理 同时也通报警证机关 现在警证机关也蛮帮忙的 过往的时候 大家比较没有这样的概念 今年我们把这个SOP 做出来之后 大家知道 一旦发生事情 急诊室也好 任何医院其他角落也好 一发生 同时通知警证机关 也通知卫生局 同时处理 那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的 就今年的四五月吧 好那实施之后到现在 就说这个暴力的事件 有没有降低 跟委员报告 其实现在通报事件 从数量上慢慢下降 那这些东西 我们分析过一些原因 不过可能间接 我们受益 最近对酒的 这个抓得很严格 因为最近过往 委员很清楚 混闹市里面 喝醉酒的 一定是个高风险的 这一群族群 因为现在这边管了严格之后 我们间接的受益 那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 受益后 我们我相信也其实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分析 好我们希望说 你们这些 就是说这个评鉴 那以及的 就是说依照106条的处罚 那甚至就有形式的 就主动移送 因为你很难去期待说 医师把病人抛着 然后呢 去那里做笔录 做了一整个晚上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需要的 就是你们的这些医疗 医师的单位 这些能够 尤其是医疗院所 医院他要负起这些的责任 医院现在都有这个机制 以上